据说,孟江女没有爹也没有娘 她是这样来到人世间的 从前,山东有两户人家 一家姓孟,一家姓江 两家都媒儿媒女 有一年,孟家在自家院里种了一棵瓜秧 这瓜秧顺着院墙爬到了江家 在江家院里接了一个大瓜 这瓜是越长越大 谁都没见过那么大的瓜 可是这瓜究竟该归哪家所有呢? 后来两家人一商量 干脆一家一半 等瓜长熟了 两家人就来分瓜了 谁知瓜一切开 里边是没攘也没增 只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姑娘 两家人满心欢喜 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养活 因为她出自两家 所以他们就给她取名叫孟江女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孟江女出落成一个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这时候 秦始皇开始修长城了 使兵们到处抓壮丁 修长城可是见苦差事 去的人多 回来的人少 累死病死的人都被填进了长城的城墙里 有一天 孟江女正在花园里游玩 突然发现葡萄架下躲着一个人 她吓得惊叫道 那边有人 丫鬟赶忙过去一看 也立刻大呼小叫地嚷嚷起来 不好了 快来人哪 来抓坏人 那孟江女见她长得俊俏 又是个书生打扮 便问她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躲到我家葡萄架架 我叫范喜良 皇上到处抓人去修长城 我便从家里逃了出来 为了躲避官差 我迫不得已才躲在这里的 丫鬟的喊声 惊动了孟老先生 他详细询问了范喜良的情况 见他谈吐不凡 就高兴地说道 你先在我家住下吧 晚上 孟老先生跟妻子商量 女儿也不小了 该找婆家了 我们膝下无子 最好能招个上门女婿 那好啊 可是谁愿意给咱们当上门女婿呢 眼前不就有一个马 我看啊 范喜良这个小伙子挺老实的 不如好是好 可不知道咱们闺女乐意不乐意啊 第二天 劳两口跟孟江女一商量 孟江女也羞涩地点了点头 范喜良更不用说一百个答应 孟家和江家便挑了个好日子 让两个年轻人拜堂成亲了 谁知道好景不长 婚后第三天 一伙官差突然 凶神恶煞地闯进家来 二话不说 把范喜良抓走了 不用说 他们肯定是抓她去修长城的 转眼半年过去了 范喜良一点消息也没有 孟江女决定去寻夫 一路上 孟江女不知吃了多少苦 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长城脚下 可是等待她的却是一个恶号 范喜良已经死了 尸骨被填进了城墙里 孟江女悲痛欲绝 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直哭得是天愁地惨 日月无光 不知哭了多久 忽听到一阵想继续收听下一集的 那就点个关注吧